这是唐玄宗唯一的一座陪葬墓,他和唐玄宗的墓室仅仅相隔了2000米,主人身份如此显赫的墓室自然引起了无数人的觊觎,现在墓室的上方已经密密麻麻有了十几个道洞,更有甚者直接埋榨药,把墓室外围炸得面目全非。 1999年7月10日,考古专家为了挽救这个陪葬墓,决定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,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把自己气到破口大骂禽兽不如,他们在墓中到底看到了什么?为什么会这样生气? 唐玄宗的墓室坐落在陕西省图城县,陪着他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皇后,一个是高丽氏。 在史书上,高丽氏作为堂皇的第一宠臣,以常常恃宠行凶,骄横残暴出名,却依然关居一品。 人们都以为,这样一个人的墓室中应该收藏丰富。 开幕之前,专家们小心翼翼地用仪器探测过,十几个道洞都没能彻底打通墓室。 因此,墓室里面的繁华肯定能完整地保存,因此在开始发掘时,心中是充满期待的。 可是,在一步步走进墓室的过程中,专家的心一阵鼻一阵凉,墓室外围的石灰层薄的下人,只有浅浅一毫米。 因为年代久远,再加上渗进去的雨水,墙壁上的画已经无法辨识,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彩色线条。 墓室门口,用来遮挡墓室的石门已经被击碎,石头的碎片凌乱地散落在地上,混合着从各处堆积过来的泥土,竟像是一幅地上的石拼画。 石门上雕刻的图案已经斑驳,不知道还能不能拼接起来。 墓室内部有一个比较深的道洞,借着打通的缝隙,一直在往里渗土。 五米高的墓室已经积累了四米左右的土,专家们日夜搬运,从墓室里清理出来的淤泥已然超过一吨。 就连墓室的主人高丽氏也没能信念,他躺着的石棺已经被掀开,石棺里被划得乱七八糟,就连他的尸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,只留下了部分残缺的骨骼。 专家们赶紧对骨骼进行年龄检测,确认对方确实是一位花甲老人。 至于史书里记载的高丽氏年纪,倒也对得上,都说死者为大,高丽氏死后还被这么折腾,实在是残忍。 就连一向文质彬彬的专家们也忍不住再骂了一句畜生。 不过,史书里记载的高丽氏实在太过恶毒,被人报复的可能性也很大。 于是,专家们很快就把目光落在了更有研究价值的陪葬品上。 早在2012年12月,专家们曾经探究了一个三品官员的墓穴。 仅仅是他的夫人,就有200多件陪葬品,其中就包含多件一级文物,唐三彩。 由此可以推断,官制一品的高丽氏,陪葬品只会更丰富。 专家在清点陪葬品前,就在脑海里构想了满地文物的场景。 然而,他们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阵阵打击,和官员夫人同样的四德哥储存陪葬品的壁刊。 总共整理出了240多件陪葬品,每一件都是极其的敷衍。 除了一些普通的陶勇外,还有一些普通的人勇。 这些人勇的制作更是粗糙,连彩绘都没舍得上,就是一些裸勇。 再者,就是用来凑数的陪葬品,26枚铜钱。 要不是这个墓室旁边躺着的是唐玄宗,要不是史书里准确记录了高丽氏墓的位置。 专家们真的要怀疑,这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假墓。 所幸,专家们也不是一无所获。 高丽氏的墓志明被完整地留了下来,全文1400字。 翻阅堂史就可以知道,一般官员也就留下几百字的评价。 哪怕就是一品大圆,也多是过千的描述而已。 像高丽氏这样,洋洋洒洒写了这么长天的史书罕见。 被这反常的操作困惑的专家们,仔细阅读了上面的文字后,又一次被高丽氏震惊了。 史书上的高丽氏出身贫寒,一路各种心机,最终走到了堂皇的旁边。 据穆志明上所写,高丽氏出身富裕家庭,家族甚至还有公民。 他的姓氏是武皇亲自给的,名字也是因为力大无穷,由武皇亲口赋予。 高丽氏最得宠的时候,连太子和公主见了他,都得使用尊称。 堂皇更是对他信任有加,不让他回家住,只允许他睡在堂皇的外殿。 因为他不在,堂皇睡不安稳。 在安始治乱之前,高丽氏就觐见堂玄宗,防止外臣夺权,还一度让堂皇恼怒。 在为后作乱的时候,高丽氏又积极配合亲军策,为最后的郑宗氏立下了汗马功劳。 这种圣宠,一直到堂玄宗成了一个空架子的时候,他才失去了庇佑,被流放到远乡。 两年后,他口里念着堂皇的名字,迈上了回家的路。 就在他快到京城的时候,堂玄宗驾崩的噩耗传了过来。 高丽氏几乎先皇的名字,居然大口吐血,随军而去。 而他不知道的是,在得知他回来之前,堂皇已经下旨,待他百年之后,只让高丽氏陪葬。 这也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。 堂皇的主墓旁边,只有孤零零的一个高丽氏。 堂皇和高丽氏的情谊,仿佛已经超越了君臣。 堂皇即使是躺在地下,也只有把高丽氏放在身边,才能安心闭上眼睛。 专家的这次发掘,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穆志明。 他说出了史书上不一样的故事。 这或许就是文物工作者,孜孜不倦钻进墓室的真正原因,探究历史的真相。 这里就不得不让人,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,史书是当权者的日记。 也许高丽氏真的是忠心一片,但那只是对堂玄宗。 在其他人的眼里,受宠本身就是原罪。 再加上这种受宠和自己的利益起冲突,那就更是不可饶恕。 更有甚者,换个角度来看,高丽氏的忠心,对武皇和唐素宗而言,何尝不是忤逆和背叛。 唐明皇是幸运的,在他的有生之年,能遇到这么一位跨越阶层的知心人。 陪他从圣堂看风景,看到了生命的重点。 2014年8月4日,高丽氏的墓穴因为面临倒塌的危险,有关部门斥资重修。 他又能不受侵扰地陪着堂皇了,这次的静谜应该会很久。